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10月22号 抗美援朝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该片总导演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志愿军老战士家属等代表参会 纪录片通过关键历史节点的重大事件将抗美援朝的历史途径徐展开 再现了那段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 片子的总体风格归纳为历史概冒要全 故事讲述要精彩 思想观点要清晰 我们确立了主故事加故事碎片的一个结构方式 主故事从小切口进入 深度呈现抗美援朝的典型故事 故事碎片主要篡接历史背景和主故事拓展出的思想点 看着战士们爬兵在冰雪中走 还有那个炮火硝烟的那个战场都挺震撼的 最震撼我的就是他的开头 他的那些字幕打出来 就让我们就是无形中就感觉到就是那个热血就出来了 陈斌是这部纪录片的受访者之一 他的父亲是一位志愿军老战士 曾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奋战了20个月 陈斌说如今父亲已年于90 但仍常常守在电视机前 回忆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的争容岁月 其实我父亲一个耳朵已经就是震聋的 就是在朝鲜战场上 背着炮炮炮 完了一个炮弹炸炮那个就是炸过来 看着一个通讯员就被炸牺牲了 他们就是父亲的这个一个耳朵就被炸 炸的已经就听不清了 他就把声音放得好大好大 父亲是一直这么看爬兵卧血 没有吃在那个就是敌人的飞机在在上面飞 炮弹在在轰炸那种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就包括那些什么他们的很多很多战友牺牲 都是亲眼看见的 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说起来 那眼里还是有含着泪说的 作为志愿军老战士的家属 抗美援朝这几个字已深深印在陈冰的心里 对于这部纪录片他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看了这个片子以后真的非常振奋受激励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是看着这个英雄儿女 陪着我们长大 所以都融到血液里了 所以看到那每一个镜头 看到他们那么残酷 那么艰苦的战争 所以我们真的为今天的这个 有这么好的幸福生活 我们真的从心里感到珍惜 我女儿这一代 我觉得她也跟着看 也慢慢知道国家的这个幸福来之不易 我们希望这种美好的生活 就应该就这么和平的 这是我们真的对这个影片 这个为了和平 这个这个这个题目的理解 据悉该片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联合出品 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制作 共六集 于10月18号起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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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